李文与岳玉明的离婚协议书曝光 其中5000万美元的分手费引起关注 在2011年10月27日举行婚礼前 李文与岳玉明签署了婚前协议书 该协议书是为了确保在婚姻出现问题后 李文仍然可以获得乐玉明支付的高达5000万美元的款项 然而在2017年4月或5月 李文揭露乐玉明有婚外情 于是双方在2018年1月2日签订了一份婚后协议书 这份协议书明确指出如果婚姻破裂 岳玉明或其名下的财产 必须在一年内分期支付给李文 总计5000万美元并承担他的日常开支 包括信用卡 现金司机助理和管家的费用 以及医疗保险和旅游费用 此外该协议书还规定如果两人的婚姻结束 岳玉明必须为李文购买价值2000万美元的山顶豪宅 并支付相关的印花税经济费和律师费 如果这个房产在两人婚姻开始前 就已经以公司名义购买 那么在离婚后 岳玉明必须将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文 让他独立控制 同时如果两人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产生争执 岳玉明需要承担李文英 诉讼而产生的合理法律费用 据悉这份婚后协议书 不需要向对方披露 所有个人的资产详情 如果两人在协议中有任何法律争议 必须将这份协议书提交法庭 Coco和Bruce同意即使在婚姻结束后 他们仍然保留各自婚前的财产权益 协议书的条款 对双方的继承人 遗嘱执行人 管理人或受让人的利益也具有约束力 在2017年10月确认岳玉明有外遇后 同年11月李文立即签署了一份平安主妇 将自己的所有财产留给了母亲 而丈夫和两个妓女则一无所获 2018年1月2日 李文和岳玉明再次签订了婚后协议书 同年9月 李文看上了山顶白家道的百家别墅 所有的费用都由岳玉明承担 然而当李文再次发现 岳玉明还在与同一名情妇交往时 他最终决定与岳玉明分居 李文和岳玉明的离婚经历 引发了外界对婚前协议书 和婚后协议书的关注 这些协议书是为了保护夫妻双方的权益而签订的 既然李文签署了协议书 保证了自己的权益 那他就没有理由自杀 对此你怎么看 对此你怎么看 对此你怎么看